一、某天,和珅在酒楼宴请朝廷大臣,纪晓兰刚刚立功,风头正盛,会宴上,纪晓兰迟迟没有到来,引起了和珅和其他大臣的不满,和珅提议在饭局上羞辱一下纪晓兰,杀杀她的锐气。 话音刚落,纪晓兰便拿着烟袋赶来,屁股还没坐稳,门外便跑来一只狗,和珅立刻问道,这是何物啊,侍郎侍狗啊。 有同僚和道,侍郎侍狗纪晓兰当时官职是侍郎,顿时引爆了整个宴会。 作为一代才子,纪大烟袋怎么能轻易屈服,反问道,和尚书,堂堂一品大学士,分不清侍郎侍狗。 我来教教您,很简单,看尾巴,下托的是狼,尚书的是狗,记住了,尚书是狗,和珅当时的官职是尚书,和珅当时就哑巴了,旁边一位拥护和珅的官员看不下去了,说道,狼吃肉,狗吃屎,这条狗吃肉,是狼是狼是狗,毫无疑问了。 纪晓兰不急不忙地问道,这位大人眼生得很,请问官职何为啊?这位同僚回答,新任江南道御史。 一顿恭维问候之后,纪晓兰便反驳道,御史大人,您刚才所言有所不当,狼性固然吃肉,狗也不是不吃,它是豫肉吃肉,御史吃屎,御史吃屎。 二,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杨素问候白,有一个大坑,几百尺深,你如果跳进去,有什么办法出来? 候白说,我不需要别的,只要一根针,在脑袋上扎一个洞,把头脑里的水放出来,放满一坑,就可以浮上来了。 杨素问他,头脑哪里有那么多水? 侯白说,要是头脑里没有那么多的水,为什么会跳进那么深的坑? 三,赫鲁晓夫乔装打扮了一下去电影院看电影,电影是关于苏联建设的。 电影结束后,全场观众起立鼓掌,啥声雷动。 只有赫鲁晓夫坐着,看着观众们激烈的鼓掌内心时高兴。 这时,旁边一个人对他说,喂,怎么还不起来鼓掌,你不怕被抓去审查吗? 四,杂耍演员奥利弗,娶了丘吉尔的女儿萨拉未妻。 丘吉尔与奥利,佛泊不投缘。 一天,奥利弗主动和岳父攀谈,问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他最佩服的人是谁? 丘吉尔明确回答,莫索里尼。 奥利弗极为震惊,问,为什么? 丘吉尔不加掩饰地说,他有勇气枪毙了自己的女婿。 五,法国大革命时期,雅各宾派政治家罗伯斯比尔,在上台后进行恐怖政治,短短的几个月将无数的人推向断头台, 后来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,罗伯斯比尔及其党羽被抓也被推向了断头台,也结束了其血腥的恐怖统治。 幽默的法国人在他的墓碑上,留下这么一段话作为墓之名,我,罗伯斯比尔,长年于此,过往的行人啊,不要为我的死而哀伤,因为我要是活着,你们都活不了。 六,金圣叹是古代的幽默大师,他坐牢即将被斩首时,让狱卒拿笔墓来,指着饭菜跟狱卒说,花生米和豆干,一起搅有核桃的味道。 得此一记传矣,死而无憾也。 第二天行刑,刀起头落,从金圣叹耳朵里滚出两个纸团,柜子手疑惑地打开一看,一个是好,另一个是疼。 七,一次,肖伯纳给丘吉尔继续两张戏票,并附上一张字条,来看我的戏吧,带上一个朋友,如果您有一个朋友的话。 丘吉尔当时非常孤立,但他知道肖伯纳的某些戏,只上演过一场,便回复道,我很忙,不能去看首场,但我将去看第二场,如果你的戏会演第二场的话。 八,二战时意大利,有个叫安尼巴尔什么什么的中将,所率部队被英军击败后向英军投降,英国随军记者采访他有何感谢? 他说他并不感到耻辱,因为他和他的部队在投降前打完了最后一发子弹。 他在接受采访时,英军正从弊军的军火库中,源源不断地搬出各种缴获的武器和弹药。 九,杜府的爷爷杜沈颜参加考试,主考官是苏卫道。 考完之后杜爷爷说,苏卫道死定了。 众人大惊问何故,杜爷爷说,看了我的文章,他还不羞愧而死。 杜爷爷临死的时候,宋志问去探望他,然后杜爷爷说,我活着的时候啊,你们都没有出头之日,现在我要死了,你们的尾巴可以翘上天了。 十,王安石决定深化改革,把八百里凉山水泊田平好重地增收,可又发愁这么多湖水无法安置。 秘书长出个金子,在旁边挖个同样大的坑,把水引过去就行了。 十一,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,有一次开车到外办苏市,前期司机开得太慢,于是亲自来开,在路上横冲直撞,引起长时间的交通混乱。 警察局长打电话问值班交警为啥不拦住肇事车。 交警说,那人官太大,不改拦。 局长,有多大? 交警,不知道有多大,反正戈尔巴乔夫给他当司机。 和烧任何内容? 交警,私请 rental期望武 they're in! 感谢观看